3月22日,香港迎来了近两个星期里的最高气温 一位身材瘦小的香港市民收据宣传23条立法的标语 在香港街头频频鞠躬,呼吁过网络人签名支持立法 当天天气闷热,年过五旬的他一分钟鞠躬近20次 从上午10点开始,坚持站立了近八个小时 五个月后,这位市民坐在我们面前 他说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参加此类活动 只要需要义工,他都会第一时间报名 我在香港出生的,土生土长的 以前香港,虽然我们都是一些很基层的家庭出身 我们拼搏,一路进修,一路做事 机会就有的,只要你很努力 但现在我发现很多年轻人读很多书 但是被一些所谓正棍,所谓什么违法 可以达意,很心痛的年轻人断送他们的前途 王律师不仅参与23条立法的宣传 更占到了反抗暴力的最前线 修理风波中,激进示威者多次在全港各区 发起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活动 堵住地铁门,阻碍市民出行 急于上班的王女士忍无可忍,推开赌门的学生 仅一个动作,让其在大庭广众之下 被粗言汇语漫码,最后被迫走路上班 修理风波中,无辜市民被火烧,被围殴的画面 已让他愤怒心痛 其实说真的,我是政治懒感的 我之前都不懂得什么叫政治 但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市民 我不理解政治 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底线都没有了 现在它是用一些暴力 去令到你们的人剥削了你们的自由 去用一些暴力去令到你们的人要听他的意见 不可以接受 地铁中的遭遇让王女士心有一计 但她没有退缩 她的正能量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身边的人 慢慢地和王女士一起站出来的人越来越多 有一次她去参加这个残境大行动 那天落大雨,回来全身濕了 我知道之后,以后我就陪着她去 第一,我都很支持她这个活动 第二,我都想她安心点 不用那么怕 因为她每次出去都很怕 撞到那些人去挑人 虽然没等来23条立法马上立法 但王女士与丈夫判来了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 6月30日晚 习惯早睡的王女士与丈夫 守在收音机和电视机前 等待着香港国安法 看线生效的那一刻 一直都有留意着的新闻 因为6月30日的时候 新闻也有说 稍后会开始执行 我就想在那里等 稍后到什么时候呢 所以我和太太两个都在等着 后来正式通报 6月30日11点钟开始生效 哇,非常之兴奋 哎,好啊,好啊,好啊 香港有得够了 王女士称,自己最喜欢的一句标语是 有国才有家,家在香港 在她心中,香港是一个可爱的地方 生活安稳,便利,经济繁荣 人与人之间尊重和善 大家群策群力,努力奋进 黑豹行为把香港最可爱的一面摧毁 他希望香港国安法 能把这最可爱的一面找回来 之前呢,都有一点害怕的 自从我们国家为香港 立了国安法之后 有国家支持香港 我个人就定很多了 希望慢慢慢慢 可以令到社会回復正常 2019年6月之前 香港的平静 个个都说香港是一个福地 尤其是我们这些快接近退休的人 更加可以在香港 享受我们以前 几代人努力打拼回来的香港 享受她的所有福利 她的环境